在明年我們將會在完成這個特別職情的修訂 全面檢討一般職情的設置 我相信在這個檢討裏面 會特別關心到基層公務員 作為政府希望能夠提供到好的保障給他們 讓他們能夠安心去工作 亦都對他們和家庭產生更好的關係 我們更要關心我們公務員的生活 工作和情緒怎樣能夠減輕壓力 我回憶在2003年工作對沙士的時候 當時總動員了公務員大概5300多人 令我很感動的只有一個人辭職 全部都是接受指揮去工作的 所以澳門的公務員其實也真是有為人民服務可愛的一面